直至2020年3月31日 澳洲時間這裏6點半上午 現在澳洲有的確診數目是4359 比上一日同一時間多了266 現在分別就是我們的首都 多了1個78元 Nusawales多了114 去到2032 Northern Territory沒有增加到14 Queensland多了33 去到689 South Australia多了18 去到305 Tasmania多了4 去到65 Victoria多了52 去到821 Western Australia多了44 去到355 另外就是我們現在開始實施第三級的管制 出街不准多兩個人 除非是一家人 如果你是一家人的話 你可以一家人出街多兩個人 但是如果不准多兩個人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現在聯邦政府已經發起動 跟我們這裏的私家醫院 就津貼他們 收我們這些如果發現到的COVID-19那些病人 因為這裏看傳染症應該全部是免費的 所以也不想浪費了現在的私家醫院 這些這樣的醫療設備和人才引力 所以就會向私家醫院徵用 目前的所有的醫療病房 急症室之類 另外就是現在我們暫時停止了所有的選擇性的手信 Elective Surgery 騰多些人手來應付 他們認為未來一兩個星期見到的高峰期 現在我們從那個伸增數字都見到 那個伸增數字比以前是稍為低了一點的 那就是說我們現在用這個措施似乎有效 但是仍然沒有人感到全 今天就有一架飛機 我們這裏的奧航 有Ederley飛去Purve 飛去我們另一個城市 臨時就被對方拒絕入境 周濟飛行都不給 原因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出發那裏 有一些負責搬迴行李的人 被人驗到是確診 因此行李就因為這樣 因為他們見過可能感染了 因此飛機飛回頭 那些乘客要下機 要他們自己消毒自己的行李 還有那些機場工作人員 就應該要進行隔離 又 又 又多好啊 被人發得快 不過那些乘客就 就被人推回頭 而我們這裏 就有些地方開始散 如果你在星期三之前入境 入境的意思是 不是在外國來澳洲 是說由一個城市 另一個城市 那麼就 強制隔離 這個強制隔離期間 住的酒店 就 星期三 星期四到那些 就是政府給 星期五到自廢 一月要他們隔離 所以現在的人 趕著 趕快回自己的地方 被人隔離也好過 趁著現在 現在 我這個時間 下午八 晚上八點 將近九點 他們個個都趕著 趁他們實行要自廢之前 趕回去 等政府給他們兩個星期 在酒店裡住 哈哈